我有一个梦 你的梦是什么? 我知道这个梦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要飞 你要飞? 我想飞飞飞飞飞飞飞 我要飞 别开玩笑 你是疯人,怎么可以飞? 你疯了 我知道了 你不要告诉我 我们看电视吧 好,我也要看电视 要飞 你要自由 可是你觉得自由是梦想 放心吧 这个鞋子可以帮你 如果你要带你智能转这个鞋子 真的很简单 对不对 不管有多远 你可以住 因为你有这个鞋子 你哪都可以住得很快 你的朋友会很妒忌的 因为 他们没有你的速度快 你们都现在要买这个鞋子 现在这个鞋子有一个很特殊的价格 就是一万美元 太好了 你听过了吗? 我会可以飞 我会买那个鞋子 对啊 有一万美元的时候 你会可以飞 我祝你好鞋子 你不回家了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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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知道的最不好的男人 为什么你从未不会嫁 我真的对不起亲爱的 都是我的错 我希望你可以再次爱我 关心我 你知道眼里的寂寞 容易叫人悲伤吗 没有你的消息 我哭了很多 有时候 我是你喜欢别的女人 所以你不要跟我回家 可是我不敢想太多 因为我一个人 我不要让自己相信 我告诉你了 我的心是你的 你可以相信我吗 我不可以 我不要听你的话 你怎么可能当我这样 再见你 我和你离婚吧 我走了 爱我 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我会 我会自下 不要听见你的真的 说出口 你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 只要你爱我 我不敢想的太多 我要你爱我 好吗 我会忘你 再见 满目目的的走在冷冷的街 我的名字是长晓儿 今天在法国有一个男孩子死了 这个男孩子叫 波浏法拉克 波浏法拉克吃太多的不健康的食物 比如说 她吃很多 汉包包 和巧克力 她的妈妈告诉她应该去除财 她的做事 她不听她的妈妈的话 所以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现在我们会问 波浏法拉克的朋友一些问题 听了你的朋友的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听你的妈妈的话了吗 嗯 就是我还 懂 放心吧 小朋友 想大后你就会开始懂 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 现在你是要去 你应该 让你的妈妈很高兴 不让她笑笑 你还有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 你只有一个妈妈保护她 晚点再恋爱吧 我知道你未来的路 但妈比我更清楚 你以为带着学习的同学 在说把学习的经历 我明白了 谢谢姐姐 你会记得你今天对我说的话 我明白了 你也不能把孩子的女生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想说 自己怎么质的女生 我明白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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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